另一方面教育部在全國各地選出了五十八個慈孝家庭楷模 他們每個人都有非常感人的故事 而正面看待人生的態度更值得學習 小學二年級的曾秉翰好幸福 第一次獲選慈孝家庭楷模 爸爸媽媽阿公阿嬤和弟弟都一起出席頒獎典禮分享喜悅 九歲的孩子如此貼心 不只是因為大家庭給了滿滿的愛 還因為家族成員互動良好 總以鼓勵取代批評做了最好的示範 我們現在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互動了 所以將來他有困難的時候 我在想說他其實應該是很願意跟我們溝通的 擁抱媽媽在補上一個吻 對許多青少年來說相當別扭 這卻是金門農工學生洪一妮每天必做的事 因為爸爸年幼時過世 媽媽扛起所有重擔 他覺得除了分擔家務 就是要讓媽媽知道自己很愛他 不管來自健全或單親家庭 抑或身心健全或殘缺 五十八位慈孝家庭楷模的孩子 都因為良好的親子互動 學會如何關心他人 孝順長輩 G90小會 郭峻林台北報導 全市民台北報導 衝星